大家好,我是老叶 不知不觉呢,我从四月底离开多伦多到温哥华工作和生活呢,已经整整三个月了 这边呢,我就记录和分享一下我这三个月的一些感受吧 首先是工作上 本来呢,很担心融入不了这个新的群体呢 毕竟呢,过去这个因为疫情呢,这三年我都在家里面上班 回到办公室呢,跟这个真人接触会有一种无从,无法适从的这种感觉 但还好老板和同事呢,都是很平易尽能的 完全打消了我这种顾及 在前两周呢,我也安稳度过了这个公司十周的工作评审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公司给予了我在这个技术上和效率上非常高的评价 也让我更有了自信嘛 但是呢,他们也希望我能够在这个交流上放得更开 并且提高和展现出这个领导能力 怎么说呢,这点还蛮难的 因为我比较内向嘛,中文都说不了几句话 何况是英文 但接下来呢,也不是说这工作就一帆风顺了 因为我现在才开始主导属于自己的项目 这个项目一直会做到明年的上半年才会出结果 也就是到那个时候呢,我才能判定这个工作 是不是我,是不是适合 上班都在干什么 现在日常工作内容的话 基本上就是UI角色,然后是道具 一般UI跟道具会多一点 那工作强度呢,对比我之前的得知企业 每天的工作强度起码提高了50%以上吧 基本呢,就是没有闲下来的时候 并且啊,最头疼的是每天有至少三个会议要参与 这个也是我作为设计师非常不喜欢的地方 非常打断这个专注力和工作节奏 加班也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所以忙碌完一周的工作呢 周末我都会抓紧的出去玩 一般是去抓螃蟹或者到一些新的地方打卡 除了上班,那么生活过得怎么样呢? 业余时间在干什么? 刚来这里的前两个月呢 每周呢,我都会迫使自己去到各个地方打卡 也大致了解了整个大温哥华地区的面貌 已经把这个鞋垫都给走穿了 本来是想每次外出呢 都做一个视频来记录和分享一下 但这个成本对于我来说太高了 目前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完成这些视频 温哥华的每个区的面貌都比较独特 因为在北温待的比较多 所以我对这边的生活比较有感受 我住的地方呢,是西北边这边 这边的居民都是以白人居多 大家都很乐爱生活 身材也是比较矫健的 经常下班之后呢 我在这个Lonesdale的这个码头呢 可以看到集体在做这个瑜伽或者跳舞 在节假日的时候呢 Lonesdale这边也举行一些活动 非常的热闹 天气好的时候呢 会飞一下无人机 除了飞无人机以外 那我也算是找到了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就是抓螃蟹 从刚开始无从入手 经过了各种实践和学习呢 现在每一次都可以抓到不少的螃蟹 特别有成就感 也刚好给自己加餐一下 现在每一次大潮的周末呢 我都会去抓螃蟹 也算是我生活里面少有的乐趣了 我算是很幸运的 因为呢 房东一家都是很向上很真诚的人 那对我也非常不错 我们也会经常一起去抓螃蟹 目前生活呢算是比较安定吧 有没有觉得不好的地方 有好的地方肯定就有不好的地方呢 首先呢温哥华这边的物价比较高 买菜还好 但是在外面吃饭的话就真的太贵了 起码对比多人多要贵上三分之一吧 15块钱 猪肉汉堡 这样子 以前一直想在这个海边吃午餐 但今天就实现了 然后呢就是我住的地方没有空调 风扇 暖风吹出来 前几周好几天都到30度了 然后在家里面呢开一个电脑的话 估计房间里面能上到30多度 风扇吹出来的风也是暖风 真的非常有夏天的这种感觉 让我有种回到学生时代的错觉 还有呢就是通勤方面 北温这边呢到了晚上这个公共交通就很不方便 特别是啊 比如说过了6点钟呢 通往downtown的车呢 就会只剩下一路 并且基本上是40分钟以上才一班 最晚的那班车呢是4点45分 如果我做不到呢 就得叫Uber才能回家 原来我还想呢 就是说我下班的时候可以出去接个活 修个电脑什么的 现在算下来这个交通成本太高了 所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吧 会不会打算在温哥华扎根 现在来决定就太早了 工作方面呢 我觉得起码要工作一年以后呢 我才能有更好的判断 这几个月我也一直在关注 加拿大游戏设计方面的工作的动向 一刷印第的上面 基本上看到70%的工作呢 都是在蒙特利尔那边 大温哥华区也有一些 6月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多伦多那边 就只剩下一个动画公司 有岗位在招聘 非常确定这个行业 还是继续往这个东移 也就是蒙特利尔那一边 这一个月都没有更新视频啊 因为实在太忙了 现在每天下班呢 我都会回来学习和 专进一下这个专业技能 希望如果将来走到下一个 十字路口的时候呢 能有更多选择的这个资本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边就差不多了 虽然平时会想到很多话 想要记录和分享的 但现在精力比较有限 啊 加油吧